第1343章 枯燥的修行 而且目光顺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却是能够见到两道模糊的身影 视线拉近这才发现 在这两道身影的周围有着尸来道身体虚幻 目光空洞的身影悬浮 不过虽说这些能量体的目光空洞 但其速度力量等等却是丝毫不弱 冲杀之下也是有着磅礴能量波动 地面上的一些巨石都是直接被震碎而去 哼 出手 望着周围那些包围而来的能量体 硝烟却是忍不住的干笑了一声 然后大喝道 伴随着其大喝声落下 其身形几乎是在瞬间暴躲而出 与此同时在硝烟身旁 一道交鞘倩影也是对着另外一处闪躲而去 御手之上金光绽放 快若闪电般的 轰击在那一道道能量体之上 低沉的炸响声在这一片区域传开 连那浓郁的雾气也是因此而变得细薄许多 这种炸响声持续了片刻 便是迅速的嘎然而止 两道身影也是迅速出现在了一起 对视了一眼 皆是笑了笑 五颗 硝烟摊开手掌 五枚拇指大小的能量盒便是出现在了手中 释放着浓郁的能量 薛儿也是伸出洁白如玉的玉手 在其掌心中有着六颗同样大小的能量盒 见状薛儿言嘴倾笑 娇声道 六颗 硝烟哥哥 这次又是我赢了 硝烟无奈摇头 虽然这些能量体的实力仅仅在二星斗尊左右 但他能够同时对付五个便已经是极限了 若是再多的话便是得施展斗技 这样鄙视的话 到底确是赶不上薛儿 先将能量盒吸收了吧 我帮你护发 薛儿将能量盒尽数放于硝烟手中 柔声道 握了握手中的能量盒 硝烟也并未拒绝 他知道现在自己提升实力迫在眉睫 因此也不做什么无谓的拒绝 接过能量盒迅速的盘腿坐下 运转功法 一股股浓郁的能量 源源不断的自能量盒之中涌出 最后如同后世的雾气一般将硝烟层包裹 最后伴随着他的呼吸 如同气笼一般 灌注进入其身体之中 望着吸纳能量的硝烟 薛儿也是微微一笑 在硝烟身旁轻轻坐下 玉手撩开额浅的一缕青丝 从进入到天幕 应该有着将近两个月时间了 这两个月左右 他们二人便是一直 行走于这片辽阔的大地之上 沿途所遇见的那儿 沿途所遇见的任何能量体 都是化为能量核出现在他们手中 因此这两月时间的收获 也算是相当的丰厚 但令的人有些遗憾的 他们遇见的这些能量体 一直都不是很强 因此所得到的能量核 也仅仅只是两三级的模样 刚开始这种能量核 还有着一点作用 但伴随着硝烟吸收的能量核 越来越多 所取得的效果似乎也是弱了一些 道德现在他们方才明白 原来这些能量核吸收多了 也依旧会出现一些抗性 只不过比起丹药的抗性 前者要弱得多罢了 在这种死寂的世界之中 对于修炼的确是大有脾气 但却是得忍受 比外界强上数倍的枯燥 不过好在硝烟与勋儿两人可以互相作伴 因此这种日子虽然枯燥 但总归是要多了一些生气 硝烟吸收能量核并未持续多久 双毛便是栩栩睁开 深吸了一口气 萦绕在周身的那些能量便是化为一道气笼 被其一口惊吞进入肚中 怎么样 见到硝烟吸收完毕 勋儿也是伸了一个懒腰 优美的曲线显露无遗 语气中带着一些诱人慵懒的味道 略有精进 但距离达到六星层次 依旧有着一些距离 看来我们必须得寻找一些高等级的能量核了 萧炎微微皱眉说道 我们已经逐渐接近了天目第一层的中部位置 这之后的能量体实力会越来越强 甚至若是运气好的话 还能碰见实力达到六星斗尊以上的游荡能量体 它们体内的能量核 最适合现在的你 勋儿奄然笑道 那动人的笑容 让得萧炎心头因为枯燥 而出现的一些烦躁情绪 也是悄然散去 距离进入第二层还有多远 应该还有一个月左右的路程吧 天目三层 第一层最为辽阔 下面两层倒是好些 但危险程度也是直线上升 勋儿说道 还有一个月吗 萧炎微微沉眼 玄机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目光望向那视线尽头 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继续赶路吧 不知道其他的那些家伙 如今怎么样了 能够进入天目的 都是各族中的佼佼者 他们对于天目 也是颇为了解 若非招惹一些极度强横的存在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而且 达到那种程度的存在 在第一层也很少见 勋儿说道 走吧 萧炎点点头 然后一挥大手 便是脉动着步伐 对着那天目深处 快步而去 在其身后 虚人微笑着紧随而上 这里的世界虽然枯燥 但能够与它在一起 再枯燥的地方 也是会变得极为的温馨 辽阔的天目 中年被那浓郁的能量物器 所弥漫 而且在这种能量威压下 任何飞度的东西 都将会觉得身体 如中山巒 在天空上短暂的飞行后 便是会感到筋疲力尽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片天目 方才会显得 越发的永无止境 天目的世界 死寂而枯燥 但能够进入 这片奇异地方的 却并没有什么庸人 他们能够 从拥有天才辈出的 种族之中脱颖而出 不仅拥有着强侃的实力 性格也是相当的沉稳 这种枯燥 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有些讨厌 但却依旧在忍受的范围 而在这种枯燥之下 仿佛时间的概念 都是变得稀薄了许多 因此 当硝烟二人 经过那将近四个月的 长途跋涉 穿越过辽阔的天幕 并且望着 那出现在尽头视线的 一片能量光墙时 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愣然 这便是第二层的入口 望着那仿佛 从天空的尽头 倾泻而下的能量光墙 硝烟略微有些感到诧异的说道 如今的硝烟浑身弥漫着一种 风尘仆仆的味道 一头黑发再度变长了一些 脸庞似乎也轻瘦了一点 但那漆黑的双毛中 却是闪烁着 盈盈的金光 自从进入第一层的深处后 他与熏儿几乎每天 都是要面临一些 实力强悍的能量体的攻击 这些袭击有着绝大部分 都是由硝烟出手 因为自从被看见熏儿 举手投足间 将一道实力 达到六星斗尊实力的 能量体摧毁后 硝烟便是只能无语地 禁止他再出手了 很明显以熏为的实力 这第一层对于他 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威胁性 而没有威胁性 便是没有了太大的修行效果 但硝烟确实不同 他本身方才五星斗尊实力 若是不施展斗技的话 与这些达到六星实力的 能量体交手 刚好能够取得不小的效果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暂时 伴随着交手次数的变多 硝烟对于这些能量体 也是变得熟悉了起来 因此交手的时间 也是从刚开始的几十个回合 减低到了现在的 十几个回合之内 甚至 一些稍显弱小的六星能量体 硝烟已经能够在 两三个回合之内解决了 硝烟哥哥 你如今已是处于五星巅峰 随时都会突破到六星 我建议还是到了六星 再进入第二层吧 不然的话 你体内斗技会因为满意 而是气息不稳定 再者 第二层比第一层危险 在那里进击 难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迅而望着那遥远之处的 巨大能量光幕 偏过头 冲着硝烟微笑道 文言硝烟迟疑了一下 点了点头 经过在这天幕的 四个月时间的修炼 再加上吞噬了 成百上千颗的能量核 如今他体内的斗气 也的确处于了一个 满意的状态 随时都可能突破到六星 而凡是进击时 气息便是会起伏不定 并不适合在这种地方生存 斗尊之间级别的提升 所需要的能量 的确太过庞大 这四个月我所吸纳的能量 在外界 即便是一年时间都无法达到 这才刚刚达到突破要求 不知道六星突破到七星 又是得需要何等可怕的能量 心中轻叹了一声 硝烟也是迅速凝神 偏头望向勋儿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得再次让你护法了 勋儿微笑着点了点头 见状硝烟目光四处一扫 身心夺上一处巨尸之上 然后盘腿迅速而坐 而伴随着硝烟 逐渐的进入修炼状态 一股浩祸的斗气也是逐渐的 自其体内弥漫而出 笼罩着风云百米的范围 见到硝烟闭目突破 勋儿脚尖也是一点 郊区飘上巨石的另外一处 微微闭目 风云百丈之内的一切动静 都是被其收纳于心 随着两人的安静 这片天地 则是再度变得寂寥无声起来 然而当这种死寂 持续了大约将近两个小时左右后 一缕阴冷的清风 却是突然地躲进这片寂静之处 在这缕阴冷清风出现时 那巨石上的勋儿 也是突然间地睁开了双眸 脸颊冰冷地望向北方天际 淡淡地说道 既然来了 何必再躲躲苍苍 浑族的人 现在已经不看到了这种地步 哈哈 不愧是古族神品血脉 这种感知 当真是让人钦佩 伴随着勋儿冷喝之声落下 那远处的空间 也是一阵跛挡 旋迹两道身着黑袍的身影 缓缓地踏空而来 阴森的气息悄然弥漫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那笔小勇博奖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苍穹 第1344章 第1444章 魂牙 魂力 两道全身被笼罩在 黑袍蜘蛛的人影 踏着虚空 然后缓缓地落在 距离熏而不远处的地方 那领头的一个人 微微抬头 露出一截 苍白的年轻脸庞 赫然便是那魂族的魂牙 魂牙 你可真是好大的胆 雪儿目光冰冷地盯着魂牙 缓缓地道 这有什么有胆没胆的 你的身份对于我来说 没半点的威胁力 其实我倒是挺想知道 若是你这位拥有着 神皮血脉的族人 出现了什么意外的话 古族会暴动成什么样子 魂牙笑道 声音充斥着阴冷 就凭你 虚而眸中金色火焰 缓缓跳动 声音平淡地道 我知道对付你有些难度 所以我这次的目标 并非是你 而是他 魂牙笑笑 手指确实指向 正在闭目突破之中的消炎 音声笑道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 我便是通过魂眼 觉察到你二人的踪迹 只不过没有什么好吃机动手而已 但索性这种时机 总算是来了 迅儿冷笑着说道 你来试试 如你所愿 魂牙微微一笑 苍白的脸庞上 划起一抹森冷糊度 魂力一起动手 杀了他 文言那魂牙身旁的黑袍人 也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手掌扯开头顶上的倒棚 露出一张布满着伤痕的脸庞 在那众多伤痕下 一对漠然无情的目光 盯着不远处的勋儿 丝毫没有因为后者 那倾国倾城的容颜 而有丝毫的波动 相必勋儿小姐也应该听说过魂力吧 这些年古族魂族暗中交手 有着不少古族的强者 便是葬身于他的手中 当然 他身上的那些伤痕 也同样是那些人所赐予他的 魂牙笑颜颜地望着勋儿 说道 我知道你实力极强 但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可能挡得住 两名八星斗尊的联手吗 勋儿脸颊古井无波 没有因为魂牙的话 出现半点的异常情绪 缓缓地自寄宇时上站起 金色火焰 一瞬间便是将其双眸所营绕 在勋儿双眸被金色火焰 所营绕的那一煞 那名名为魂力的男子 脚掌猛的一塌地面 其身形直接是快若闪电的 出现在勋儿面前 弥漫着森浪寒气的拳头 直接是毫无花哨的 对着勋儿修长的预警轰了过去 面对着魂力的这般攻势 勋儿眼神一冷 玉手快若闪电般的洞传虚空 在其拳头刚刚轰出之际 便是重重地排了过去 拳掌相碰 可怕的进风 直接是令得两人脚下的巨石 砰的一声暴力而开 而魂力的身形也是 邓邓的连退两步 但虽说略占下风 但这魂力不仅不怒 脸庞上反而划过一抹 病态般的笑容 身形一闪 再度撞弱疯狂的扑了过去 恐怖的进风连这片空间 都是被震得急速扭曲了起来 面对着魂力这等极其凶悍的攻势 勋而脚下 却是悄然划起玄妙的步伐 轻巧地将那灵力拳风尽数闪避而去 而其每一次看似柔弱的御手 击中魂力的身体 都是会令得后者身体狠狠的一颤 场中的局面 魂力看似攻势凶猛 但所有的节奏明显是在被勋而所牵引 那种模样颇有些发怒的脸牛 在胡乱地冲撞飞舞的蝴蝶一般 看似其实凶猛 但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 再次一掌震退魂力 勋而猛地转身 欲手一握 金色火焰便是化为一道火边 自袖中暴射而出 在金色火边暴射而出的那一刹 空间也是一阵波荡 一道弥漫着烟森寒意的漆黑锁链 如同毒蛇一般的自虚空之中夺出 最后与那火边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爆发出刺耳的呲呲之声 嘿嘿嘿 不愧是身边血脉的拥有者 感觉竟然敏锐到了这一步 漆黑锁链的尽头 浑牙的身形也是浮现而出 一声冷笑 嘴巴一张 一条漆黑色的巨龙便是自其嘴中抱涌而出 带着四尔的凄厉龙吼 撞跑空间 狠狠地冲向熏尔 而若是看得仔细便是会发现 这条漆黑色巨龙居然是由众多灵魂体缠绕而成的 那种凄厉的龙吼之声 其实便是众多凄厉惨叫声 汇聚在一起所发出的 下三浪的手段 望着那暴躲而来的漆黑巨龙 迅而眼神微冷 刚已出手 身后也是猛地传来一道 极为凶悍的灵力进风 不用回头也是知道 那先前的魂力又是攻了过来 面对着两名实力达到八星斗尊的强者 即便是熏尔 柳梅也是微微一簇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便是夺上万空 手印一变 浓郁的金色火焰 突然自其身体之内 铺天盖地的抱涌而出 然后化为一只 左右百米左右的火焰巨手 一把便是对着那漆黑色的巨龙抓了过去 金色的火焰巨手 重重地抓在漆黑色的火龙上 恐怖的温度 直接是领得那些灵魂 连惨叫声都是未曾发出 便是化为一片虚无 震碎灵魂黑龙 那身后的灵力进风 也是瞬间而至 驯而御守闪电弯得 结出一道燕结 然后便是头也不回地 对着身后轰了过去 两者相撞 恐怖的进风 如同风暴一般地 自天际席卷而开 方圆百丈之内 那浓郁的能量雾气 都是因此而变得稀薄了起来 雾蒙蒙的视野 也是清晰了许多 进风席卷 那魂力喉咙间 发出一道闷哼之声 脚步邓邓地 踏在虚空击退 布满伤疤的蒸灵脸庞 也是浮现一抹 淡淡的苍白 不过这魂力 虽说奔赞退 但驯而的步伐 也是被其震得 退后了半步 御守之上 有着细微的麻木质感 这魂力 显然也不是什么 简单的货色 不然不会将它 逼到这一步 魂牙 我看你二人 是不是想活着 离开古界了 御守威吾 驯而冰冷的目光 转向魂牙 冷喝倒 嘿嘿嘿 这个就不用 勋儿小姐来操心了 魂牙咽声一笑 目光确实突然 转向下方 那里 萧炎正盘腿而坐 其周身的斗气 波动得越来越剧烈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斩杀勋儿 看来 只能先杀了萧炎了 经过这几次的交手 魂牙对于 勋儿的实力 也是有些了解 他明白 即便他与魂力联手 虽然能够跟勋儿相战 但却并不能真正的将其 重伤 甚至击杀 但如今 萧炎身处突破状态 若是让他顺利突破的话 那便是对他们 有点小麻烦了 毕竟萧炎虽然只有六星斗尊 但观看过当天 他与鼓妖的战斗的魂牙 却是明白 他的战斗力 远超这个表面上的等级 魂力 你去杀了萧炎 我来拦住他 听得魂牙的喝声 勋儿的脸颊 终于有所变化 骄躯于震 便是飞快地 对着萧炎所处的地方夺去 然而 还没有夺出多远距离 呜呜的破风声便是自己身后 暴响而起 勋儿微微偏头 却是见到那无数道漆黑的锋利锁链 如同暴雨一般 对着他倾斜而来 这些锁链每一根都是拥有着 轻易洞穿一名斗尊强者防御的力量 如此之多的数量汇聚在一起 即便是他 都是不能当作未曾看见 魂牙 你敢伤他 这天目便是你葬身之处 面对着突然间爆发出凶猛攻势的魂牙 勋儿也只能再度转身 金色火焰席卷而开 在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中 将这些锁链尽数阵列 这女人好强的实力 若是单打独斗 我可不是她的对手 望着那些瞬间爆裂的漆黑锁链 魂牙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目光微转 嘴角确实露出一抹冷笑 原来那魂力在此刻 已经是迅速夺上了消炎 修炼的那块巨石上 魂力的举动 同样也是被勋儿所发现 当下其眼中便是抱涌出 森然杀意 袖袍一抖 一道蕴含着极为可怕的能量金色长矛 突然地自其袖袍中爆射而出 笔直地对着魂力身体狠狠摄去 然而 面对着勋儿如此凶猛的攻击 那魂力确实面无表情 仿佛未曾感应到一般 被森龙雾气所弥漫的拳头 毫不迟疑的 便是对着消炎脑袋轰了过去 看着模样 他即便是拼着被勋儿打成重伤 也是要取消炎的性命 见到这一幕 即便是勋儿 脸颊都是猛的涌现了些许苍白 旋即眼眸的深处 暴夺出一抹冰冷至骨髓般的疯狂 不过就当勋儿眼眸深处疯狂涌现的那一傻 巨石上盘坐的消炎 却是猛然的睁开了双眼 嘴角挑起一抹冷笑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 又掌闪电弯的 便是对着那近代咫尺的魂力拍了过去 大天造画掌 一掌拍出漆黑的令人心寒的光圈 便是闪电曼得自其掌心中扩散而出 这种时候 那一脸猙獰的魂力 眼中也终于是涌出一抹骇然之色 《斗破仓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仓雄》 第1345章